醉排骨 这道菜是早在二十年代由福州的厨师创制的 这道著名的闽菜经久不衰 用料是猪大排骨四百克 辅料油 笔起一百克 鸡蛋葱白蒜瓣适量 调料用酱油香醋芝麻油 白糖味精胡椒粉适量 生粉二十克 先将猪大排骨斩成长约三厘米 宽一点六厘米的长方块 笔起切成两块 葱切成米粒 将蒜瓣剁碎 姜葱 酱油 酱油 醋 白糖 味精 胡椒粉 芝麻油 调成汁 另取一碗 放入猪排 加入鸡蛋拌匀 再加入干淀粉 搅拌均匀 草 酱油 将炒锅上火 放油 待油温升至六成热时 竹片下入排骨炸熟 将油沥浸 然后倒入已经调好的 碗汁中 搅拌均匀 然后就可以装盘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 排骨要炸熟 炸至金黄色 质地要酥嫩 醉汁 调食下料要准确 它的特点是 香酥松软 酸甜适口 味道纯美浓郁 是下酒的佳肴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